出牌是这样的 就是说如果它的月经不好 像刚才讲的介绍的多囊暖潮 这个肯定是出牌的 它没有正常的排暖 所以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 就是多囊暖潮 我们是一定是要出排暖的 这是一个 再另外一个呢 有的时候 就是说用的比较少一点 就是说它确实找不到原因 但是它月经也挺好 它也就是不怀 有时候我们也试着 用一点这个出牌的药 这样的话呢 所以有的时候呢 它反而还可能去生个双胞胎 但是我们不主张 每一个都去随随便便都去出牌 但是对于多囊暖潮这种病人 一定要出牌 另外一个呢 就子宫内膜因为有巧克力囊种的 我们做了手术了 这个时候看看暖潮如果说月经恢复 因为这个时候异味还没有复发呀 所以你要赶快要在手术以后半年内 需要它赶快受孕 如果发现它排暖不太好 监测不好 也可以除牌 反正一个原因 除牌就是暖潮的排暖功能不好 都可以采取除牌 所以说是根据情况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